7号 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领导人普希林召开记者会表示 乌克兰政府拒绝履行明斯克协议规定的停火等义务 阻碍顿巴斯问题的和平解决进程 普希林说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怂恿下 乌克兰政府正在准备恢复全面的军事行动 他呼吁有关各方 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改变态度 向乌克兰政府施加影响 促使其切实重返协议 7号 俄罗斯外交部和多名高级官员向外界阐述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 俄罗斯没有计划干预乌克兰东部冲突 俄罗斯外交部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 指责乌克兰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攻击性言论 声明强调 乌克兰东部局势升级 是乌克兰政府自己挑起 在此期间 俄罗斯在本国领土上进行定期的军队训练 规模还不及往年 却被污蔑为造成乌克兰东部局势升级的原因 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指出 乌克兰政府不断向顿巴斯交火线派遣军队输送武器 违反了停火协议 与此同时 北约军队在乌克兰境内 和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黑海水域的活动也在增加 这些做法都不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 也不利于化解乌克兰东部冲突 俄罗斯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俄罗斯外交部敦促乌克兰和北约国家 停止疯狂的酬额宣传 停止相关军事准备 避免采取有可能导致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不稳的一切行动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7号表示 俄罗斯没有干预乌克兰东部冲突的计划 但正在密切关注当地局势 帕特鲁舍夫说 当前顿巴斯地区局势恶化 是乌克兰内部严重问题的后果 他认为乌克兰政府正在将东部地区出卖给外国势力 7号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 也就是乌克兰欧安组织和俄罗斯举行临时视频会议 俄罗斯代表格雷兹洛夫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代表 旨在缓解乌克兰东部局势的提议 被乌克兰政府代表否决 民间武装提出的停火建议具体且具有建设性 并引入了核实违反停火的机制 然而提议在没有经过任何讨论的情况下 就被否决 格雷兹洛夫表示 乌克兰政府试图曲解乌克兰东部停火措施 并最终造成联络小组会议再次无果而终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的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塔兰7号表示 乌克兰在2021年将增强与北约伙伴关系 积极参加多个北约演习 塔兰称在俄罗斯威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提升与北约伙伴关系 参与这些演习对乌克兰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今年北约已邀请乌克兰参与到多个演习当中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7号还报道称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皮奇到访乌克兰 并与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霍姆恰克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周边安全局势 脾气强调 北约将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